来 红蝶 这个点位会有人 对面有个前锋啊 我带的是个叉眼 调香尸 怪不得胆子这么大 震慑啊 前后在这里 那边有眼 那调香尸医师帮助起不来 硬抓 硬抓 不可能牵他 红蝶是没有这个能力去牵人的 这就是跟他们打心态了 我就不牵人 我看你怎么地 对吧 赢一个前锋 哎 他就很难受 就要掉自摸 没打到 不知道原地胎电击 能不能管一下 震慑啊 前后起来无所谓 板子踩掉 这里不需要补野 就猴蝶打这个 你要是 被他撞一下 你可能就崩了 你半血的前锋 过半就去抓他 好 打一刀也行 嗯 嗯 那边再要去摸圆钉 搓一波心态 交掉自摸的这个 这个也交掉自摸了 嗯 先挂赏 因为这个 小王师刚才一波 溜走了 乱七不大 他们电击差太多了 感觉可能是往这个大房去了 诶 这里有 游耳鸣 消失 再爬 武女没有在摸这个挑衅师 那我就不着急了 我守着就可以了 挑衅师在这边啊 这里是诱耳鸣的 那边电击在修 我来找这边的挑衅师 找到了 拿下 全交掉自摸的 田洋师也交掉自摸的 找到武女就行 完成一个死杀 这就是打前锋 你千万注意 红蝶打 红蝶应对前锋 真的很弱 但是呢 你如果带了插眼 你那边眼一插 那个人自摸起来慢的 你就把这个红 把这前锋给击倒 因为他会觉得 哎 我就来抓你 对吧 你就哎 我就来抓你 我说什么事 那边看呢 是他就在设计 那边看着他的 那边看着他 你会认为 有了